iPhone 16的模型機已經到手了 可以看到外觀上 Pro系列沒有太大的變革 主要會是在入門款 從原本的鏡頭橫向排列 變成垂直的排列 為了舊式Vision Pro 的空間影像攝影 而除此之外 全系列的機種 都多增加了一個電容式的按鍵 可能是為了拍照 也可能是AI的自定義 Pro系列螢幕擴大到6.3跟6.9吋 是時尚最大 收度支援Wi-Fi 7 提供更快的網速 處理器部分 全新A18晶片 是台積電第二代三奈米製程 性能大幅升級 就是為了AI 6月WWDC大會 庫克揭示了蘋果智能 不但可以創造表情符號 Series上的應用 也更加廣泛 解決用戶的痛點 新版本與OpenAI合作 等於直接連結ChatGPT 預期i16的新機都能使用 跟上AI浪潮 也讓蘋果股價 連續五個交易日收漲 市值逼近三點五兆美元 超越微軟重登 每股一哥 市場估計i16拉貨 衝一億支 台灣供應鏈 包含組裝的鴻海 晶片台積電 跟鏡頭廠大力光 都渴望大膽 蘋果紅利 夏宜軒張提倡 王宇想怎麽不倒